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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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说好像有些中医会说你是心脏没烂 就像月庭 月庭之前他不是因为跟先生跟小孩在泰国 然后差点小孩都败血症 很紧张 那这次回来他就做一下健康检查 结果没想到是中医跟他说 我跟你讲你最好不要再继续做流很多汗的那种运动 因为他平常本来都是做一些可能快走或什么 然后他后来跟他说你可能只适合贵妇运动 不要流太多汗 因为你是这种气血精气都不足 然后心脏没有力气 如果你一直强迫自己去做这种高负荷的会流汗的运动 有可能增加你心脏的负担 后来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他想说真的想一想自己好像常常手脚冰人 现在心脏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 所以接下来可能也要密切注意自己的状况 那最后一个就是要给大家非常非常要注意 就是何宇文的母亲这种状况 因为刚才姜屁有讲到一件事 如果你早期发现很好 可是我晚期发现其实很严重 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可能十多年 很多年都没有做什么见见 那一直觉得说就是很累 人很喘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些年纪大 年纪大就会这样 退化 对 体力差 直到后来紧急送医的时候 发现他是急性心摘疾 然后医生说事实上他的状况 这种病程可能已经十年了 可是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去就医 一直都当自己是老化 整个心脏功能已经退化到只剩原来的一半 所以你等肋传肿出来的时候 老实说就已经相对有点晚 但是这样还来得及 不要等到昏倒再去的话 据说存活就很差了 最后我问一下康医师 心脏衰竭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他会有什么症状 另外心脏衰竭 听说还有分等级是不是 对 其实心脏衰竭本身是一个综合病症 他不是单纯一个疾病所造成的 但我们知道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黄大伟他本身 他有看到他X光有肺浸润 就很敏感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肺浸润其实是我们肺的组织液 因为你不管是你有积血 肌痰 发炎 或是肿瘤 它会造成X光上面 因为你的组织液生成回流 失去平衡 它没有办法被你的肺的静脉 或淋巴吸收以后 它的微血管跑出来 跑到肺的尖子 肺泡那些去以后 你X光看起来就肺浸润 但是在病理上面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肺水肿 或是肺积水 那这时候为什么会累传肿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累 你知道我们心脏的血 刚才有讲到说肾功能有时候会影响 因为我们心脏血打出去以后 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是到肾 肾需要四分之一 那我们脑袋可能需要15% 所以你为什么会累 因为血打上去 第一个不够 你又要给脑袋 又要给肾 所以肾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 需要血 所以肾会受伤 就第一时间 所以你会累 你会疲倦 因为血打出去不够 你会喘 因为我们在血液交换要经过肺 所以你会呼吸困难 你会肿 因为血打出去又收不回来 那你就会肿 就肢在底下 所以我会看到有时候 我们会看到心脏症有分几个症状 包括ABCD四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的时候 你有危险因子的时候 结果你没有发现说 你有危险因子 你有糖尿病 你有高血压等等 可是你还没有开始喘 通常这种事 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你如果这时候 不去注意这危险因子 它有可能被到最严重的时候 它需要结构性的改变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用叶克膜 就用其他的心率调整器 再同步的收缩的治疗 同化的治疗 才有办法把它改过来 那这就很严重 我会举一个例子 我一个病人54岁 他在做海鲜的 他太太就来抱怨说 我老公最近很偷懒 搬东西又现在都不搬了 走到二楼也不想走了 因为搬越船 你知道吗 后来他后来发现他老公不对 脚也肿了 睡觉的时候竟然躺在沙发上睡 他不到床上睡 结果一来的时候 他就偷偷发现 他老公去看了诊所 诊所一抽 他的心脏摔计指数五千多 你知道吗 心脏说你怎么剩下百分之二十几而已 超一波做二十几 他说老公一箱高血压 是有抽烟 肚子大了一点 可是都还能够工作 怎么会突然变这样子 结果心脏一照 变成一倍半 所以这种情况 他已经到C和D的等级 呼吸困难疲劳已经不行了 所以这种情况 其实他休息会缓解 但是不能完全缓解 这种一定要赶快住院治疗 他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感冒 结果他没有去治疗 造成他心脏梭率变差 才会造成这样子 对 我想要问一下刘医师 现在很多疾病都在年轻化 心脏衰竭也在年轻化 到底有哪些原因 会造成心脏衰竭 对我们来讲 现在看到的统计 家里有4%的族群 心衰竭的病人 是在55岁以下的 对所以对我们来讲 刚刚我们提到说 为什么会有心衰竭 最重要就是整体的 心脏的收缩功能不好 对 或舒张功能不好 那这些族群 为什么会影响到心脏 现在的年轻化 其实还是会跟 主要很大的原因是 跟我们的三高的这个疾病 年轻化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三高年轻化 造成心脏衰竭的年轻化 对 因为在过往 其实我们很容易 会区分在某一些 特别年轻的族群 因为他会出现心衰竭 最常见包括说 他可能先天性的心肌病变 那或者是说 在感染的期间出现了心肌炎 某个这个期刊的一个总编辑一样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有可能会造成忽然的心脏 他的收缩功能 忽然失去功能 那就会造成像心衰竭的表现 那一般来讲 其实我们在看的过程 有时候五六十岁 四五十岁出现 这个心衰竭 可能就是他可能很早 在四十几岁就出现三高 可是他并没有严格的去控制 或者是随着肥胖的机会增加 那反复性的造成一些 心脏上面的血管的一个破坏 造成一些心肌梗塞 这些原因 之后造成他整个心脏 就扩大了 那在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一些半膜性的问题 不管是半膜的钙化 或者是半膜的松脱 那这时候就造成 严重的一些半膜性的疾病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常见说 在这个年纪高的族群 他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就出现心衰竭的问题 那现在一起看起来都是说 整体发生的年纪都因为年轻化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三高的族群 越来越多 那虽然有一些人 他可能很早就知道自己本身 不管是甲状腺的问题 或者是本身有贫血的问题 可是他并没有积极地去控制 那长期下来 其实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结构的变化 那跟心脏功能的影响 所以像很多 不管是老人家 或像青壮年 或壮年族群的 很多其实他发现的时候 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心衰竭 他是用别的原因而发现 像我自己有个七十多岁的阿嬷 忽然来我的门诊 其实他六十多岁的时候 就因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都在四例医院在那边追踪 那为什么会来我的门诊 他就觉得说他怎么最近这三个月 都用一样的药 然后医生都没有改药 然后怎么忽然这三个月开始喘 然后他就觉得说 是不是医生没有给他的肺部控制好 所以就跑来我的医院 我想说奇怪 都已经是胸腔科医师在帮你提示了 不太可能会因为胸腔科的问题 特地跑来一个嘉医科医师来看这个肺部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们就完整地再评估一下 结果这时候就发现说 他竟然连脚肿这件事情都有出现 对 那他自己其实并不知道 自己这三个月其实有慢慢的出现脚肿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想起来的部分上 就会认为说 他可能因为肺部长期的问题 这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 心肺其实是一体的 当你的肺部其实慢性的肺阻塞的时候 其实会造成肺部里面的血管会高压 这时候慢慢的影响心脏 所以到时候就发现他有出现心衰竭 是全身性的经历 而且跟你的个性还有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对 除了说我们刚才说 那个康医师说的 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的病人 会有一些心衰竭的话 中医想的是病基 你会发现他从他的个性 可以找出心衰的一个轨迹出来 好比说 比方说他做事 我们是觉得第一个做事很用力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正向的 他永不放弃 永不懈怠 很努力 继续向上 奋斗不前 就是但经节律非常用力过生活 好比说我们有些企业主 他非常认真 每一场会议都开 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1点 就没想到这个风雨交加 风雪交加的北京 他居然行衰整个 用那个红十字救难专机 送回来做新导管 对 这是一个做事太认真 那另外一个是国中女校长 是他自己校长已经够认真了 他老公的所有的应酬 他绝对不放弃 每一场不放过 是怎样我们讲的很危险吗 很不安全 一定要参加 所以他整个来说 他不仅国中女校长长得很健康 他又是运动 健身 前身 运动 健身 他结果他整个来说 是习性性衰竭的 是 所以我们在中英来说 回到内经 是讲五劳 七伤 五劳就是你长久这个个性 生活习惯没有改变 我们说长久做什么事情 你发现长久的视作握力行 长久喜欢一直看东西 看报告 然后坐着长久喜欢坐着上班 不起来上个厕所干嘛的 握着长久躺着滑手机看韩剧 然后立着就是长久站立 走路很久很久 这是五劳 五种劳损 七伤是你的身体 你是一点点开心 一点愤怒就好 你不是非常的喜怒忧思悲恐惊 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惊恐 还有再像寒暑风雨 你就是整个风雨 就是风雨无阻 寒暑热 你都不管它 就长期的劳损之后 好 于是了 心脏已经开始产生警讯 你又不注意 他让他的朋友 干心脾肺肾肾的 干脾肾肾 开始发出警告了 会连带一下 在补牢之后 你长久的注视东西 好 酒是伤肝 干血不足腹脏 干血不够了 然后酒躺的时候 伤气 伤肺 肺气也不够 呼吸会喘 酒坐的时候 伤脾胃 脾胃开始腹泻 消化不良 然后酒躺后 肾脏也出问题 酒站肾脏出问题 所以我今天帮大家介绍一个 当你心阳虚 已经气已经很虚了 我们去补阳 温阳气 养心的一个精力汤 这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这季节是樱桃的季节 我们樱桃十颗聚合之后 樱桃里面的花青素 多分很多 我们再加半颗酪梨 酪梨是非常好的油脂 是护腥很好的水果 和油脂之外 我们加上柠檬 那柠檬一定要连皮 是大概四分之一颗 就要有柠檬连皮 它里面黄铜类 对心脏的修复很好 加上蜂蜜 去打成一个早上吃的精力汤 对护腥 养心 养气 都是非常好的配方 另外我们今天要看一次 心脏这个衰竭 听说可以靠复健复回来 是不是 而且心脏衰竭 容易有哪些共病 对 我们通常心脏 我们刚才讲过了 蘸的血流浪 第一个当然是肾 第二个就是脑袋 第三个是心脏本身 因为心脏本身要靠冠状动脉 所以心脏的共病 大概不分 不外乎是心脏 肾脏 脑袋 还有最相关的它的肺 那这几个是它的共病 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你都那么喘了 可以运动吗 其实我们非常鼓励 病人在心脏衰竭运动 那要做哪些运动 尤其是你在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说 你必须在稳定的时候 不能在急性期 不能说急性期 都已经喘到快送咪的时候 要不要做运动 对 要在出院以后 稳定的时候 那通常我们做的心脏腹肌里面 包括了 不管是爬楼梯 你正常人我们做 爬到五楼应该不大会吵 是 第二个就是说你深呼吸 或是你练习避气 避在比方说水盆里面 你避气 30秒 有没有办法 慢慢练习你的肺活量 还有就是单脚站立 就是练习我们的肌力 还有就是走路 走路是最明显的是一个有氧 他讲有氧 我们一个步伐大概75公分 如果是25到35岁 你大概90到120步 慢慢增加10岁 像姜皮可能现在只能只有80步 大概一两百多 还有就弯腰摸地 我们如果年轻的时候 可以直接摸地 但是你过来就会变到脚踝 再增加10岁 变脚踝 过来就变成小腿 这不是心脏不好 这是腰不好 但是真的 如果是你的肌力够的话 你应该可以到摸地的程度 另外就是有一些等张运动 等张怎么做 等张运动我要特别示范一下 就是当你 我还要特别强调 你是稳定的时候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不行 要住院了 等张运动跟等长不一样 我肌肉的长度一样 我是张力一样 肌肉长度改变了 我这样子 先离心 就是一样的重量 叫等张运动 一样的重量 张力一样 但是长度不一样 或是练习这个动作 OK 所以当我们在练习这个力量的时候 你会说 这个对心脏有没有帮忙 对不起 我们的骨骼肌跟我们心肌 都是恒文肌 你会增加血液的回流 增加你的肌耐力 然后你的耗氧量 也会慢慢地锻炼出来 所以当你不能做等长 等长力是这样子 就是推墙壁 都不动 这样就等长 一直放得很累 所以很多人说 我在做工 我在搬东西 很多都等长 我要做等张 等张运动 等张运动 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心脏 所以心脏一定要复健 因为我们有个病人 他也是觉得很绝望来看我 结果后来我说 我一直鼓励他说 现在要很进步 但是你一定要复健 他听得很吓一跳 他说我走路就喘 我怎么运动 我说你慢慢开始走 你家里面 你先用飞轮 你先站起来 你站起来 你先站着 然后你坐下去 会不会喘 站着 坐下去 然后接着 你又跟他讲的 单脚站立 接着我说你慢慢走 从走 然后慢慢地 他的体力慢慢地 你会很难压抑说 他因为心脏管做完以后 他血管全通的 可是他心脏受损了 所以他心脏受损力 也是只有二十几% 就是透过了这样运动 一个月以后 他心脏到三个月 他慢慢地恢复到40 很难得到40 所以其实心脏衰竭 反而也是要做运动 但是做的运动 一定要胜选 不要做这种等张的运动 另外当你心脏不好的时候 还有可能是 心脏里面的半膜出问题了 我们广告之后 回来告诉你 心脏的疾病常常都是 突然说来就来 你可能会马上措手不及 所以平常就要关心一下 自己的心脏 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会喘 甚至会有胸痛的状况 要赶快就医 对 真的 刚才说心脏衰竭是 累喘种 是 可是同样是喘 还有另外一种心脏疾病的可能 就是半膜可能有问题的 这个是我们故宫的前院长 也是我们的国策顾问 陈其南先生 他其实说 他其实十多年前 他就知道说 自己心脏有杂音 那他也会定期去追踪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随着年纪渐渐增长 可能他疾病还是有些改变 那有一天是两年前 他突然间觉得说 他突然喘不过气了 而且他说当时觉得好像 觉得呼吸都暂停了 他已经住了非常紧张 后来赶快送到医院去才发现 原来他有一个主动脉 半膜狭窄的状况 那发现之后 后来觉得这个状况 应该要赶快紧急手术 是 后来他做了手术之后 就会他的移民 然后后来还能去投票 还能去投票 所以自己能够投票 这件事就蛮开心的 是 对 走过来回过来 可是我觉得大家注意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这种累 他不一定会觉得 就是常常会觉得 这就是老了的事 对 退化 像之前有一个医生就说 他遇到有一个太太 他也是八十几岁 他也是很多年前 就开始有高血压的状况 那一开始诊断高血压的时候 高的甚至可以到一百七一百八 那医生就说 你可能要用药治疗 用药治疗控制得很好 就发现都可以控制在标准值 他就觉得我的血压都控制在标准值 应该就一切没有问题吧 没有想到还是有一天突然开始觉得 自己常常会有点点胸闷 然后甚至有点痛 呼吸不过来 觉得有点喘 然后而且越来越觉得 走路的那个长度越来越短 他说有时候走到停车场 因为他们家是有点点斜坡 那走到停车场 要休息好几次 那时候想说奇怪 年纪大了吗 怎么会体力差这么多 没几步就要喘 但是还没有想到是心脏问题 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血压控制 因为每天都很长 然后觉得血压控制这么好 我应该就是很好 直到有一天 要走上去的时候突然昏倒 昏倒的时候送医才知道 他也是主动脉半膜有问题 是 然后医生就说赶快一样 现在因为他年纪非常的大 然后他们觉得说 以这个年纪去开胸做手术 真的他可能看不到 很危险 对 所以后来他也是用那种 金导管的主动脉半膜置换 帮他换 那后来整个状况 又好很多 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 可是医生说 老实说 因为你如果等到这么严重才来换 有时候这个愈后 其实就很不理事 很差了 我们想问一下那个康医师的 为什么这个主动脉半狭窄 到底跟我们的心脏衰竭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们常常听到 很多二肩半脱垂的人 很多年轻女性都有 对 这个对心脏会有影响吗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心脏的半膜 其实我们心脏是一个高压 供血供养的马达 它跟我们另外一个叫做 身体的最重要的 血氧清静交换机肺 很有关系 是 那我们心脏看到 左边右边 它是分两房两室 不是两房两厅 两房两室 好像在卖房子 两房 房跟室之间 室有多少 室有比室 房跟室之间有一个半膜 所以左边叫二间半 右边叫三间半 然后我们血氧交换机之间 有一个大水管 那叫肺动脉 那左出的 左心是出口 那叫主动脉 但是公血非常压力大 所以总共有四个半膜 那我们要记得 我们心脏都是左出右进 左边大水管打出去 或者到全身去 右边再把它收回来 到血氧交换机去交换 你要记得 这四个半膜 像你家里面的门一样 它只能单向循环 控制血循的方向就对 一定是单向 不能说跑出去又回来 像我们以前厕所 会这样拍 这样就有时候会撞到 所以血在身体里面 也会撞到 血一定要这样 从这边进来 出去 全部再进来 全部再出去 所以这个半膜有问题 他可能就走这个方向 对 那你要记得 不管是太窄了 你家的门太窄了 或是太松了 或是门上面有脚链 你知道吗 我们门不是一块门而已 上面还有脚链 脚链就是你看 看到那个肌腱 拉着那个地方 脚链松了 有时候就是我们说 二肩半脱锤 那我们曾经有一个 女明星来看诊 那当她来看的时候 她觉得她自己心脏 有二肩半脱锤 通常她会觉得说 我心脏好像被用力捶 而我们心电图做起来 确实有一些心率不整 可是我认为她的二肩半脱锤 并不是那么严重 因为她没有严重的 避所不全 我们二肩半脱锤如果严重 避所不全 其实都还可以再追踪就可以 不要被感染 都可以 所以我们心脏的半膜 其实会影响到 她刚才讲说主动脉 就是你大水管 你要打出去 刚才打出去那个大水管 左边的那大水管 你血打不出去 就怎么办 打不出去血 全部是肥大 肌大 肌大在那边 再回来血 肌大在那边就会打 那不然就心脏白费力 打出去又回来 我常常讲 口袋破一个洞 钻石块了五块 跟没有打一样 你就打血都回来 跟没有打一样 很累心脏 就串了 不然就打不出 静在那边 不然就中风 因为血就急往回击 所以不能太长 也不能太高 是 反正半膜就是要控制 血流的方向 你只要 不管是太紧或是太松 都会逆流 不然就是打不出去 都很危险 但听说心脏半膜 这种问题 肾群率比我们想象中的高很多 有些甚至感染 就会造成心脏半膜的问题 没有错 肾群率其实非常高 大家想说 很像听到这个 我自己的心脏半膜的问题 大家都快吓死了 是不是很严重的一些先天性结构的心脏病 其实就我们看过去的一些统计资料 尤其现在以往 大家我们都听诊了 听到有心扎音 你可能有心脏半膜的问题 现在大家很多诊断出心半膜 都是因为做健檢 那因为超音波的科技越来越好 所以很轻微的逆流 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杜博的颜色就能显现出来 所以你可能就被打了一个极轻微 或轻度的逆流 很多人就想说 这个逆流会不会造成我长期下来 会造成一个心脏结构的改变 其实它进展不会那么快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一些 国际的一个治疗准则的追踪 即使你是到中度的 他都建立你二到三年再追踪就好 到了重度 除非你有症状 才会是每半年到一年要去追踪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他真的会出现症状的机会 不会你想象中的那么快 可是重点是在于 我们刚刚提过的 会造成心衰竭的原因 你要去控制好 所以对我们来讲 假如说像我们自己医院 我们来看 就是我们大部分做健检的平均年龄 我们医院自己统计 内部统计超过五十多岁 五十五岁上下 我们去看超过将近九成八的人 几乎都有心脏棒膜的问题 很高 对 很高 那只是说这个诊断出来 到底有没有意义而已 就是说很多人诊断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急轻微或轻度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就在五十多岁左右 到你六十多岁左右的这个族群 其实几乎你随便十个就九个 一定都有心脏棒膜的问题 那当然随着年龄越大 有的人他的严重度 就会越严重一点 因为他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有年龄的关系 有了三高的时间的问题 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那像我们在担心的就是 最严重的 有一些是因为感染而造成的 感染因为心内膜炎 造成这个心脖膜的问题 那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时候 我们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那有一个case 就是去心脏科 然后老师就说 你们赶快去哪一床去听一下 这个已经几乎 你们之后会碰到的机会很少了 结果这变成这种风湿性心脏病 你知道在这个世代 要遇到风湿性心脏病的机会 已经非常低微了 为什么 因为抗生素 普遍使用 打两身就好了 对 抗生素的普遍使用 带来最大的好处 就是降低了风湿性心脏病 那结果 这个四十多岁的女生而已 她就有一天就因为感冒 然后感冒之后 隔了一两个礼拜 她发现她会喘 然后就跑来急诊 想说是不是因为肺炎 对 她虽然没有发烧 要担心肺炎 结果一照发现 心脏大了跟水球一样 那这时候就赶快叫心脏科 来会诊说她是不是出现心肌炎 不然怎么心脏忽然 整个功能忽然丧失 结果一扫发现 这不是这典型的这个 风湿性心脏病的一个结构表现 所以老师就叫我们 赶快上去听说 这个典型的这个 二间半狭窄的声音是什么 然后去听着主动脉 这个严重逆流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 这个那种半膜性的疾病 有时候其实是你在 不经意的情况之下 你才会发现 对 这有时候是感染细菌 跑到半膜上面增生了 也不知道 但是其实中医的来说 要看心脏的健康 可以手掌跟脸 都可以看得出来 心脏有没有健康 对 我们中医喜欢四诊合餐 就万文问切 把脉其实还放在最后 第一个旺诊 就病人从诊间进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她是不是具有危险性 或是我们需要怎么高度关切她 那当然第一个是从手指 因为我摸到她的手的话 第一个是枝端微凉 就是她的心气虚 或者说其实她长期吃很久很久 高血压药的时候 她其实末端是微凉的 循环是慢的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褚状质 在西医来说是褚状质 是她因为要应付 因为末梢循环已经不好了 人的细胞在应付危险的时候 急难救出 所以她会开始组织震生 所以她的一个指头的话 她的指甲会 甲片会非常突出 跟她的皮肤 然后还有她的角度 会大于180度 她是一个非常蓬出的指甲 褚状质是第一个是 第一个冷度温度 还有她的形状 第二个是舌头 因为我们的脏腑 我们中间来说说脏腑通于心 心藏于血脉之中 那谁跟心脏最有关系 舌头 因为我们的舌头是 心脏开窍于舌 其实舌下静脉有很多 舌下静脉本来就 应该是两条青子的 所以赖里面农场文是错的 她说两条青子的话 就是心脏有病 没有 你很健康 那旁边有一点一点的血淤斑 那才是说你心脏衰竭 或心脏肥大 比较不舒服了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看你的鱼迹 鱼迹和脸色 当你的鱼迹穴就是这个地方很轻 甚至开过心脏刀的人会发现 他一按它 它不是很有弹性 而且还稍微萎缩了 常常住院的病人 如果按下去之后 弹性非常好弹起来 你是健康的 然后第四个是看脸色 脸色就是 但凡你有任何的一些红症的话 表示你现在是热症 你开始要休息了 但凡你有些黑色的 黑到不得了 是你已经工作一两个月 都没有休息了 但是如果这个苍白色是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还没做你就累了 请你不要做那么多事 你歇息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时候 就介绍给大家一个 因为有病人 她其实很特别 她三岁开个大刀 然后十岁开个胸部整个大刀 她是心脏病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 那么漂亮的女生 一百七十公分 白的就像是仙女一样 但是她本身就是 因为她妈妈说 你不要工作 不要读书 没关系你只要活着就好 是 她是一个非常企图心很强的 她居然还去美国拿到博士 还生了两个小孩 所以说她这整个积极度很高 那时候从高中开始 我们把它调理就是 因为她整个来说 要温味暖味养心 我们这时候把心味放在一起 让味整个气血胸阔 是充满温暖的 我们用了丁香 小茴香还有肉桂 那重要是 你可以加上花草茶 不要加有茶叶成分 去刺激你的心脏 然后这里面 让你最重要的是肉桂 因为肉桂是在你命门火衰 原阳虚 命门就是说 你身体那盆炉火已经快要熄灭 你不行了 点燃它就对了 对 点燃它 我们用肉桂小茴香丁香适量 去泡一壶花茶 让你每天的心脏是舒服的 温暖的会比较好 除了中医的茶饮 可以护心之外 邱香老师要教我们 到护心的鸡汤 养心护心也可以从食疗做起 邱香老师今天用周朗茶 来帮我们温补 是 我今天用的就是一个 以生脉饮为基础 是人生脉冬五味脂 但是我又加了这个黄芹 所以我把这个黄芹就先加进来 我们把一些药材先加进去 然后这个曼门冬 曼门冬就是会甘甘 然后你就是 你把它泡茶来的时候 它就是会口齿生津 然后会加上西洋生 因为你怕上火 你就直接用西洋生就好了 比较不会上火 是 那另外就会加一些五味脂 五味脂就是会 因为虽然你苦辣都会有 但是它其实没有辣味 它就会让你生津止渴 但是你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就生生涩涩 小时候我们 我会只适量就好了 对 小时候我们家旁边 那个山壁上都有长这个东西 那我们会把它拿来就是 反正很穷 每人东西可以吃 就会拿来吃 怎么突然讲得那么心酸 是 然后就先把姜片放进来 最后放下姜片 是 那我会加的就是黑枣 很大颗 很大颗 是 黑枣 那会加果极汁 如果说你为了等一下拍照漂亮 我们就可以留一些 差一点 就先 留一点果析 是 把它就先加进来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 像很多人会不知道 酒什么时候加 对 如果你做药膳 其实一开始就加酒 一开始就要先加一些进去 对 就是会把那个 药膳要先加酒就对了 我们会把那个药效释放出来 对 是 好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今天就是 我会加牛肉 那牛肉煮在这里面 有些时候就是会煮到 暖暖的 老人家会喜欢吃 可是如果说 我想懒得再做一道菜 我就直接就是 牛肉汤非常的 非常的怎么讲 甘 甘甜 所以我就把这个鸡汤 煮进去的时候 所以这个鸡肉是处理过的 汆烫 汆烫过的 或是热水把它淋上去 牛蚌你切好了 一定要泡一点水 先泡水 没有泡水 它就会黑掉了 就是氧化这样子 好 那这边 我就把它就是放在这里 因为它会烫的时候 在汆烫的时候 它这个牛蚌的一个甘甜味道 就会跑进来 跑到汤口里面来 那你等一下 这个我会把它用一个就是 额外捞起来 额外捞起来 等于两道菜就对了 对 偷懒的意思就对了 偷懒的意思是 好 那我这个就给它 稍微浸泡一下 稍微浸泡一下 对 稍微浸泡一下 这个大概烫个一分钟 大滚以后要一分钟 是 周医师怎么看起来 这到底跟心臟有什么关系 我强力建议秋庄老师 这道菜去注册算了 因为它真的太完美了 因为它里面其实最厉害的 大家觉得的秘密武器 大家不知道的是 它其实是黑枣 因为黑枣本身它的高甲 而且里面的一个 矿物质是很多的 它对于整个心脏神经的健康 对血管的维持 它的一个加强运作 甚至预防中风 是有帮助的 那黑枣加西洋生更是绝配 因为西洋生本身里面的皂肝 对于心脏 心肺功能的修复 肺气的收敛 都是有帮助的 然后因为心脏功能 比较不好过 它已经痊愈了 可是想要养心的话 五味子更是不慌多 让五味子对于宁心 安神是好的 那枸杞是 大家一定知道 都要加 对不对 那里面的牛棒是很厉害的 牛棒的牛棒子叫大粒子 所以牛棒本身就是 平民的人参 它里面的菊糖纤维 其实对于我们 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壞胆固醇吸收 是有帮助的 而且对于整个降血压 降血脂 对于一个长期大口吃肉的人 我觉得这鸡肉是好的 因为乌骨鸡 它本身是非常低油脂的 一种鸡肉 是 像那个酒味好像有点出来 很香 好 那我现在 我先来调一个 对 那这里面就是 一点香油 香油 对 要有香油 再调牛棒的味道 是 是 然后就是味淋 味淋 是 然后就是醋 醋 醋加这么多 是 然后要米醋 米醋 然后一点点的盐巴 一点点的盐巴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滚了 我们就给它稍微的小 烫个一分钟 是 大概一分钟 好 撈起来 撈起来 这就是一道菜了 这是一道菜 对 然后这样子拌一拌 其实它就蛮好吃的 OK 好 那这边我们只要加什么 就把它转小火 然后这里加盐巴就好了 这里加盐巴 把盐巴加进来 因为里面没有咸味 对 再加盐巴在这边 然后这边就拌一拌 拌一拌 然后我们要吃的时候 就把这个 就是七味粉 好 这个七味粉其实是我自己用的 你可以把海带烤一烤 把它弄碎 芝麻炒好了 然后我是 因为我没有用到辣椒的辣 对 所以我是用甜椒粉 所以它是不辣的一个七味粉 小朋友都可以吃 对 这样子就完成两道菜 OK 所以把这东西具再拌在一起 这道互信的料理就完成了 其实现在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有心脏问题 心肌梗塞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 以前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因为心脑管技术的进步 现在放指甲也很厉害 可是你以为你放了指甲之后 你就一辈子都可以永保安康吗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告诉你 心脏衰竭的另一个危险因子 就是心肌梗塞 很多人在装网之下之后就觉得 我的心脏应该可以恢复正常 不需要担心了吧 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素心结 真的 一旦发生过 其实还是有可能会再发 而且再发的时候说不一定很要命 比如说前阵子 我们的中科院副院长欧阳立行 他其实只有57岁 算是年轻力壮 当时本来是要去屏东九棚湾基地视察 就参加一个活动 结果到了前一天晚上去民宿先住 第二天要参加活动 后来发现奇怪怎么没起床 于是乎就赶快请那个防务人员 帮忙开门 然后一开门就发现他原来人已经死亡 然后手上还握着药瓶 然后后来就是法医来就看 就说应该是一些相关心血管的意外事件 所以导致猝死 那大家就想说57岁 那以前可能应该都有装过支架 支架不是遮了吗 为什么再来的时候来得这么凶 其实真的有时候要看运气 像另外一个 因为之前有个民众就是 他就是有抽烟 有糖尿病 有高血压 本身就是一个血管很容易塞住的 所以他有一次在工作当中就觉得胸闷很痛 然后那个时候去急诊就发现 血管塞住了 所以那个时候那一次塞好像是左回旋支 然后他们就帮他做了血管支架 通了血管回去 当然生活有稍微改变 但应该还是有抽 然后糖尿病还是一直在 结果七年之后他突然觉得 我觉得刚刚这个感觉有点熟悉 又来了 又来了 所以因为七年前发生过 所以这是相当有警觉 赶快又去就医 果然这一次在检查 是索前降肢 就是之前的血管放的那一个是通的 但是又堵了另外一个 赶快再放支架 你看他是获利于 他是人是清醒的 人在外面 再加上他对于那个之前的感觉很熟悉 所以赶忙到医院再通第二次 再放支架终于救回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说 反正我已经放过支架 反正可以放很多支一定没事 因为你同来都不知道 他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OK 就想问一下他康医生 放支架不能够永保瓶 是因为再阻塞还是又怎么样了吗 我常常在我们在做心肌梗塞的时候 病人我们都会告诉他 有时候你装完支架以后 如果你原来的三高没控制好 或是有人吃药不喜欢吃药 那这时候装支架也反而危险 因为他血栓 装了一个金属的东西在里面 容易再狭窄 半年内会 就算涂腰支架也有5到10 传统支架更高 大概30到40 那装完以后 你有没有好好吃药 三高有没有控制好 这些都是一个因素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很多人在装支架的时候 他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即兴心肌梗塞 像刚刚素卿讲的一样 我装支架的时候 我胸门胸痛 所以我知道 这个就是胸门胸痛 可是很多人是来检查 我们做了运动心电毒 做了核子医学 血管塞住 进来 支架装好了 回去没问题 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胸痛 所以当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不晓得这个叫胸痛 更何况上次已经装过 支架已经有保护 我们把支架放进去以后 我们把血管打开 支架撑开 好像有一个保护了 可是当他斑块再长进来 你又继续抽烟 很多人其实很铁齿 他继续抽烟 也不戒烟 血糖不控制好 他又慢慢长进来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要看运气了 你如果越再长进来 在半年左右的时候 你又没去追踪 有人甚至说 我不是好吃的 吃吃 不要吃 很多人就这样子 他就觉得说 我怎么会这样 運气不好 我怎么会变 所以有的时候 他就不听医生的话 突然这时候去开刀 去拔牙 这时候他就为了这样停药 我一个病人 就为了这样去开骨科刀 他不听话 也没跟我们讲 骨科开得很顺利 可是他因为停太久了 结果再发生心肌梗塞 再发生心肌梗塞 但是他发生心肌梗塞 他就在住院中 结果说骨科刀好了 可是他心脏病 心肌梗塞 所以开完刀以后 不要以为都不会坏 我们常常讲说 你骨科刀可以修理 骨科刀修理好 骨科刀不再盘 你每天都在学 每天在流 那个斑块 每天心脏在循环 所以我们做第一次心肌梗塞 我们都会告诉病人 不是每个人做完心肌梗塞 你心脏都能恢复正常 你不是说 你原来的病都没有了 你还要继续追踪 你原来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有两个问题 放继续的支架 如果你没有好好保证 支架也会堵塞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些因子没有改变 这条就算没堵塞 另外一条也会堵塞 心脏那么多的血管 都堵来堵去 你怎么知道堵哪一条 所以不管你是健康的 或者是放指甲 而且其实中医有差 也可以帮助我们 预防心肌梗塞 对 因为心肌梗塞 在中医没有这么 Fashion的名词 我们叫做胸臂 就胸部好像被麻痹的感觉 叫胸臂 那我今天介绍一个 就是胸臂四位影 就是它里面 我是觉得还蛮完整的 就是第一个用西洋生 跟高丽生做一个搭配 可是力量很轻微 所以我一定要多 西洋生用十片 那高丽生是非常厉害 所以它只要很弱很弱 就功效很强很强 所以高丽生只要一片就好 它对于整个五脏六腑 甘心 脾肺肾 都去补充 去取代 去补偿到西洋生的不足 那里面为什么加山楂 还有菊花呢 因为山楂对于整个降血压 降血脂去通血 还有活血化育是有帮助的 菊花对于微血管的循环 是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加上去 去做一个胸臂四位影 对于如果说 你真的是有曾经西洁葛塞过 做过心导管或放过支架 你想让自己的胃 你就可以用这些 来去做一个话语的动作 但是有些人是 他不喜欢中央 觉得中央很苦 我记得大家两个穴道 第一个叫神藏穴 就是心脏要跟他的好朋友 我们说过干脾肺肾去做相通 有个圣经从脚底下涌全穴 走上一个神藏穴 那这个大部分来说要躺着 躺着去找穴道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站着的时候 站着胸部会下垂 因为我们的乳头是第四肋骨 那依照我的多年经验 人老了躺着 其实胸部乳头也不会是第四肋骨 还是会下垂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非常快的方法是 锁骨是第一肋 你往下慢慢地摸慢慢摸 再下一个肋就是第二肋了 第二肋骨的我们是胸骨 旁开三指横幅两寸的地方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神藏穴 在第二肋 旁开三指横幅的两寸之处 那就是神藏穴 对整个肋膜胸部痛按它 心情不好按它 觉得不舒服 闷也可以按它 背痛也按它 它就是让它宽胸力气 缺钱的时候按它 缺钱的时候按它 同事别的时候也按它 包包兮兮肯杀 对 预防它的胸闷胸痛 第二个叫通理穴 通理穴它很特别在手上的 手上它就是在手腕横幻 就是一直它其实在手腕到手肘地方 十二分之一 那怎么算 太难算了 我觉得手腕横幻下面一直横幅的地方 通理就是我们刚才就跟肾相通 这次要跟脑相通 我们的心主神明 所以我们跟脑目相通的时候 这通理穴直通我们的脑汗性 去让整个胸痛 胸闷 还有手麻 还有就是我可能中了肋痛 心脏撑冲不安 所以说你是情绪不安 我待会要去领奖的时候 领奖金很不舒服 好 我暗一暗 就会大家都不知道 我要快要去领奖金的感觉 这种感觉会让放松的 解育的感觉 OK 那刘医师 听说国外还有研究 说白头发多人也容易心肌梗塞 对 主要是欧洲心脏协会 在两三年前他们发表了一篇研究 那这是个横断性的研究 他把这些人做心脏电脑断层 去做相关的调查 然后去依照他头发白的情况去做研究 发现说如果 不过那一次的研究是抓五十多岁 五十五岁之前 如果你白头发特别多的话 那他们去研究起来 发现你罹患冠性病的机会 也会比较高 那其实在十多 多年前那个在丹麦有一个研究 哥本哈根的研究 他甚至做了一个世代研究 去追踪了十二年 他发现说这上万人的研究里面 的确 假如你白头发的情况越严重 那以中等程度的白发 就会多了四成左右的这个心血管疾病 如果你枕头都白发的 就差不多四十五到五十岁 就枕头白发的 基本上来讲 这个可能会将近九成的机会 会有这个心血管事件 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 趕快赎下自己的白头发 如果有白头发 很多的时候 记得趕快去看康医师 看看自己的心脏 有没有问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地中海饮食可以寡温的心脏 但是地中海饮食 听起来就比较偏西洋的饮食 对我们这些比较老派的人 我想吃台式的 所以广告时候就教你做一道 台版的地中海饮食 地中海饮食是医学界公认的 护心饮食法 邱天老师今天用虱目鱼 来做成台版的 是 因为我们台湾 虱目鱼也是我们的一个宝贝籍 国宝籍 因为它其实以前不喜欢吃 是因为野气很多 现在我已经把它挑掉了 那它中间的这个鱼油 其实是一个好油 所以我们就把它 就是不要把它拿掉 你要吃的时候你不吃可以 可是现在就是我们在煮的时候 就先不要拿掉它 那我个人的做法就是非常简单 我就不会用油去煎它 我就把这个葱放进来 我锅子已经热了 然后这个鱼我已经就是先 把它撒上一点点的盐巴 盐巴稍微淹了一下 然后给它 都不用油就这样摆进去 葱上面 葱上面 葱上面它就有葱香味 对 好就不管它 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青菜 秋葵 秋葵 真的很简单 就摆好就好了 按照位置摆好是不是 是 因为这样子 然后 这是我的懒人做法 是 那这个青菜 这是小芥兰苗 小芥兰苗 是 你可以看你要吃多少 你就放多少 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加酒 酒要加在哪里 酒要加在鱼上面 鱼上面 你好聪明 那接下来我们就加一点水 那水要就是加在青菜上面 就这样子就好了 对 然后盖上锅盖 好方便 好 就可以去看电视 对 就可以去看电视 没有 那我们要调酱 调酱 因为虾时间大概一分钟 那鱼的时间要大概三到四分钟 这道料理跟地中海也是有什么关系 既然叫地中海 我们就叫地中海的特色 一定要海鲜 那有橄榄油 然后还有这个红酒 不过这道菜里面 至少有两样东西 就是用了苦茶油来取代的橄榄油 那苦茶油跟橄榄油 为什么它叫东方的橄榄油 主要是在于它的不饱和脂肪酸 跟橄榄油一样的好 所以它能对我们心血管 又有很大的好处 那另外就是在海鲜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这里就是用丝木鱼 那丝木鱼其实还有丰富的Omega3 所以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也会有相当的好处 那在另外的部分来讲 其实在苦茶油 它虽然跟橄榄油相比 它的维生素A稍微少一点 不过邱香老师用了这个番茄 基本上可能有补足的这一块 又加了这个玉米 所以在里面提供一些玉米黄醋 所以对我们眼睛这些也会有保护的效果 那之后可能还有一个黑米 那黑米的部分 里面有一些类黄桶的这些东西 那对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抗氧化 也提供非常好的原料 所以这道料理不要叫地中海椅子 国外叫地中海椅子 这道料理叫我们日月摊椅子 是 你搭配你可以搭配黑米搭配植米 那我今天我也有搭配就是酪梨 那我因为它的熟成的 熟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我先把就是 这个青菜 先烤起来 烤太久不好吃 对不对 你看漂亮吗 真的好漂亮 这个时候 你就是 又不用计数就一直摆好就好了 然后袋要盖起来 是要盖起来 可是一定要热锅 因为热锅那个葱的香气才会出来 OK 好那这些就是像秋葵 这个 都熟比较快的先捞起来 对 就先把它拿起来 然后拿起来 玉米笋它可以再煮一下 再煮一下 那现在拿起来 这个中间的 虾子放下去 虾子放下来 好聪明的竹头 到底要干嘛 就是摆在位置上就好了 对不对 一个摆就好 那虾上来就是要久 对不对 三年久上去 又盖起来了 好那现在就真的要来调酱 调个酱 那个酱 来我们就是很简单 就是 这个是洋葱 紫洋葱 我用紫洋葱 然后这是柠檬汁 柠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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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味苓 味苓 好 然后 胡椒 对 黑胡椒 黑胡椒 然后 酱油 料还蛮多的 对 很多种 这是你调的那个 这是什么油 这就是苦茶油 苦茶油 是 好把它加进来 然后蒜末 蒜末 蒜末 好 拌一拌 这样就可以了 是 拌一拌就可以了 是 好 好 那现在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 要把这个番茄加进去 因为番茄 我没有一开始就加进去 不然的话你会煮到都断掉 但是番茄也是要有一些油脂 是 你看蝦已经变色 真的耶 好快 可是还没熟 蝦还没熟 它只有一半熟 好 我们现在这个就给它 番茄放下去 那没有那个水的 那酪梨呢 是 酪梨等一下 好 好 再加一点 酪梨因为它是吃生的 所以我们拌在材料上面的时候 拌在材料上面 是 那 大盘 是 可以摆盘了 可以摆盘 好 那现在就摆盘 摆盘 OK 因为这个醬汁你先把它调好 先调好的时候 它就会那个 整个味道会混在一起 是 最后再淋上去吗 是吗 然后这个就是垫底 垫底 蔬菜都放上去 是 这就是 你把鱼放在上面 是 OK 这个巧克力 你可以挑这种品种 所以我们酪梨要摆哪里 好 酪梨摆在最上面 对 在最上面 所以说的时候 我们把鱼跟虾摆上去 再把它这样淋上去 我们这道台版的地中海饮食 就完成了 是 其實心脏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康医师 最后教我们一下 平常到底要怎样互心养生 对 其实我早上起来 会教各位一个动作 一早起来 除了在床上 你要先手动动脚 动动以外 是 我建议大家一早起来 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 睡在床上其实很僵硬 对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就是把它 我们往前 然后你先伸展 是 然后再变成一个弓箭 前弓后箭 然后往上拉 把你的肺活量拉开 拉开 OK 然后再放下来 再次 换另外一只脚 OK 拉开 早上起来就做这个动作 对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身体往上拉 记得往上拉 把你的脚椎保持好 前弓后箭 而且可以把你的下肢 跟上肢的力量都保持好 把胸部拉开 OK 所以活量会增加 早上记得做这个动作 就可以拥抱你的心脏肝肝 没错 下次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江坤俊医师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加上开启小铃铛 就能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 就能变好 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